我是一名母亲 我爱我的孩子 就算她身体有了残缺 我都会一如既往地爱她 陪伴她 虽然过程很艰难 但是 我都做好了用我这辈子 来守护她的准备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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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今天已经想过来人家听讲话 我叫文荣芬 我是小云瑞的妈妈 我们家云瑞跟别的小朋友 有些不一样嘛 因为她小时候 我出了一个意外的车祸 车祸就导致她松腿就截肢了 高位截肢 她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我跟其他的妈妈也不一样 每天就是六点半就起床了 然后我起来给她收拾一下 然后就准备给她们记 刚开始我们家云瑞她刚刚出世的时候嘛 那段时间真的 反正就是整个人对生活就是没有 白天的话都好好的 当时一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几乎每天晚上我的枕头都是湿的 我就想这个日子咋过呀 反正一闭上眼睛 然后就会想着 我的孩子跟人家的不一样 长到上学我付出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我付出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有时候呢会坐在她的前面 有时候会坐在教室后面 他下课就立马就去问她就是 去不需要喝水啊上厕所什么的 反正就是那种一天24小时待机那种 谁叫谁到嘛 他比较喜欢体育课啊 感觉他就像那种泼了江山那种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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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每次上体育课我看到 老师还有同学嘛 反正好像大家都是在默默的为了照顾她的感受啊 都是大家去融合她的那种方式啊 然后本来人家都可以跑 然后大家就默默的主动的就是 蹲在地上像青蛙一样的跳陪着她 他感觉他每次爬得比别人凶 然后他特高兴 现在小朋友们都长大了嘛 都会帮助他 有时候我来不及啊 会带他去背他 或者是就陪着他上厕所啊 会给他接水喝啊 对他都很好很好 他从出事以后 就是出了事故以后到现在 他的心理上 嗯 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 影响吧 但是的话他很开朗 也很坚强 嗯 不管是什么 他也愿意 就是配合尝试去做嘛 2 3 3 3 至于将来我真的 其实说 说实话我真的有点迷茫 就害怕他长大了 长大了他心里面 可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 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如果我出去的话 我都尽量把他带出去 让他去适应在这一种 博士 然后他 每次他 还是有点点 感觉有点窘迫啊 每次其实我心里面也很难受啊 但是每次都是先开导他 再开导自己 我说宝贝 你干嘛啊 我说 管他人家说不说呢 你就 你就自己想 反正我以后 我没腿 我也可以用脑袋 勤困学习 然后脑袋 放聪明一点 好好学习啊 以后你也可以自己挣钱自己花 陪伴他的时间是漫长的 过程很辛苦 但是当他就是 每一次取得好成绩的时候 每一次被老师夸奖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 我所有的付出 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已经做好了 就是用这一辈子的时间 去陪伴他 去照顾他 读书的时候陪我读 做饭给我吃 逼我 抱我 留我洗衣服 妈妈辛苦 虽然我失去了双腿 但我很爱生活 很爱学习 云瑞 妈妈希望你 不管是什么时候 都要记住 要努力学习 要 而且要就是坚持锻炼 特别是要努力学习哦 然后以后做一个有用的人 要做就是那些 关心你的叔叔阿姨们 好心人们一样 去贡献给社会 去关心需要关心的人 要加油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